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外面六个 院里六个 尽量呗 大概十五六万斤吧 你看这就是我们那个海南的玉米 发到这给北京的各大超市 你看今年吧 这个大家都想要这个就地二年嘛 这个我相信这个北京这个市民呢 这个玉米销量还会增加的 我在这家呢 待了七八年了 工人呢 跟我们处的就像哥们一样的 因为新发地呢 更是一样的 在这之前那个疫情期间 新发地有难了 我们也就是跟得挺 因为我们在这个生活区租的那个房子都在这 就跟家一样了 在家呢 是吧 今天就采一个鼻视子和环境就可以了 嗯 那大概估计得四十分钟左右去您那儿 好吧 那我们社区户是吧 从事工作比较多 但近期呢 可能就是做核酸检测 可能是我们工作当中比较重要的一头 像今天那个人 他不是说有点不舒服或者怎么着的吗 嗯 所以咱们 咱们就 就是给他做一下健康教育 跟他说一下 反正主要是做好防护 嗯 一般的话 像我们一般就是中低风险的这种人权 嗯 在居家隔离期间呢 我们需要对他进行一个文字库的一个检测 他的挑战主要是 我觉得是沟通吧 沟通和这种 跟居民的这种联系 我的孩子 每年我父母都会催我回家呀 每年到年底的时候都有一个想法 都有一个冲动 说我想回家 我想回家过年 您好 李生专车 请您系好安全带 后面有扫码 请您用健康码扫码登记 您看一下 扫好了 好的 谢谢您 师傅 你哪儿人啊 我吉林省 长春市 那还挺远的 那您过年回家吗 回不去了 过年还好办 我们有几个队友 也都不回去了 我们家里人也不让我回去 说是舍小家为大家 就响应国家后招嘛 这个疫情弄得 大家还都挺团结 说不回就都不回去了 谢谢师傅 没事 慢走啊 祝你春节愉快 来 来 春节愉快 前两天跟父母通话 说的就是尽量也别让来回走了 也是响应国家号召 平平安安嘛 咱们就是能平安 就比啥都强 就这一次见不着就见不着呗 再说视频也都见了 我觉得在我的儿子眼里 我能做他一个榜样 我觉得就是特别心安了 我也很满足了 师傅 健康宝吧 你赏个家就行 我咋不想家 我想我那小外叔 非常可爱 但是在想家 现在手机也可以视频 可以看到 是吧 再说今年也确实特殊 没有这疫情 我今年就过年回家了 但是有这疫情了 咱就不回去了 国家也倡导 这个新发地也倡导 你要如果回去 要做核酸 非常麻烦 我跟翠哥就不回去了 我经常跟我的居民说 我说其实你们比我父母幸福 你们如果是我父母 你可能接受不了这样一个女儿 因为女儿不在身边 哎呀 好冷了 冬冬了 身上都是那冰茬子了 哎呀 手都冻不住了 都是冰 看见没 门 看见没 凑一层暖和一点 哎呀 好冷的 哎呀 我太冷了 好冷 哎 嗯 那个什么 我今天不回去过年了 不回了 不回了 家里面咋样现在 还行 过年那头 该买啥就买啥呗 好 这你就放心吧 不是 小齐晋呢 小齐晋呢 你睡觉了 刚才还知道了 啊 我睡觉了 齐晋 睡不着了 睡不着了 没睡醒就不晚了 嗯 小姥爷们 你告诉我姥爷 姥爷给你买好吃的 快 姥爷都想你了 哎呀 这咋还困了 哎呀 这咋还困了 姐姐 来 给姥爷摆摆手 哎呀 喂 爸爸呀 我呀 我呀 哦 今天过年不飞机呀 哦 哦 嗯 那你等一两年不飞机呢 嗯 等一两年看天气好了 到法下开了 我再飞机 哦 这个接着我接着年花 我还收得了 接着我们是拉肉啊 拉肠啊 我还收得了 油要经常起 哦 嗯 知道的 嗯 天气好的了 过年了 你都不叫我这爸说了 嗯 儿子 哈喽啊 哈喽啊 嗨 还爸爸今天剪头了 你看咋样 你看着 你看看 还行 还行啊 那我今年过年我就 咱们就不能在一块过了啊 我就得 我就一人在北京过了啊 儿子 行 行 那祝你吃好喝好 然后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啊 你祝我点啥呀 我骗你长一百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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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行 行了 行了 谢谢啊 所以等 等 等已经好了 我就再飞机 开开心心的飞机 行 嗯 行 行 好 拜拜 嗯 嗯 哎 跟老爷拜拜 拜拜 哎 红红 你们在家那头就 好好的吧 啊 等到过完年疫情 疫情那啥 完了我再回去呗 你三天啊 啊 我都一样心 快点不怕 啊 嘿嘿嘿 嘿 来 跟老爷拜拜 快 拜拜 拜拜 努力 努力一点 在各行业 能干得优秀一点 那可能那是 给家人一个最大的安慰 你待哪儿都是困难 昨天是前天 我们坐一起撈磕 还说呢 咱们准备二十个肘子 那个 咱们打镜头 想吃啥咱买啥 三十也就像那啥 咱整点菜 热闹 坐到一起 热闹热闹 唠磕 当然希望等到四五月份的时候 像湖北 黄冠 武汉那边 春暖花开 到处都是油菜花 那种 在我脑海里 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记忆 我希望到时候 真的能 安安心心地回一趟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